罗师兄 罗师兄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屋里太闷了 我出来吐吐气 马上就回去了 生托李明那姑娘和你说什么了 他来和我说 他为温夫来找我的那件事 就这样 罗师兄 你什么时候成了我女朋友了 是因为 是因为我才这么说的吧 什么 娜娜不是吗 他亲口跟我说的呀 他可能是为了我才说谎 他可能是为了我才说谎 他不是我女朋友 什么意思啊 好 罗曼这个人热情又仗义 可能他觉得你要和别人结婚了 不想我在你面前没面子很狼狈 所以才说是我女朋友 我 原来是这样 知道吗 虽然我现在单身 但是 过得很开心 有很多朋友在身边 生活也很充实 你结婚的事 我很为你高兴 我们像现在这样 也挺好的 所以 不用担心我 你也要很快乐 罗师兄 你真热心 你是怕我在书青面前丢脸 才这么说的吧 对啊 作为你的朋友 我当然要为你张脸了 谢谢你 你 真的没事吧 说实话 之前李星告诉我自己一切都结束了 但看到书青的那一刻 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动摇 也许我和书青说 你不是我的女朋友 也是因为 这个原因 不想让她误会 我在想是什么 她都快要结婚了 你应该经历过了 应该知道 虽算现在伤口痛得要死要活 但是 总会有愈合的那天 伤疤 她也会慢慢地褪痴 也许 现在你为了抒情的事情 很烦恼 但是总会有一天会没事的 就像我去面包店 买我的金砖大面包一样 今天没有了还有明天 明天没有了还有后天 总有一天你会和一个 自己喜欢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的 我说错了吗 我说错了吗 不 我只是觉得你让我很惊讶 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 谁 我可是很有思想的好吗 好吧 谢谢你 我心里好受多了 我心里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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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想要 你不想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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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事对不起了 最近因为盲奖做的事忙得很累 所以脾气不太好 别放在心上 没关系 我也有错 没和你说一声就去帮你的忙 你没有错 那本书多少钱 我来赔 不用你担心了 已经和图书馆老师说好了 我会靠打工慢慢把钱还上的 你是因为帮我才能留那本书的 这应该我来赔 我们是好朋友吧 你为什么老好我说一些生疏的话呢 修齐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让你不高兴了 没有 那就好 我总觉得你和往常有些不一样 大概是我想的太多了吧 好了 我要去上课了 书的事别担心 我来解决就行了 先走了 拜拜 来 喂 马老师 助教的工作找到了 太感谢你了 谢谢 这香菇怎么那么咸啊 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 每日纳设水量不超过两克 油益量不超过五克 我光看你这些香菇都已经超过了 姑娘 你要觉得太咸了吧 你搁水涮一涮 我们是可以多闲点 帮着同学们多喝点水啊 你强词夺理 每个人每天所吃水 各式自身体重 他一定典离三三分钟 如果是因为太咸了 多喝水这样就是 宋青好厉害啊 他在宋青也这样吗 那是他的爱好呢 别管他 他每次这样 我就当着他在唱歌 张浩 你太丢我们男人脸了 亲爱的 你别这样 怎么了 我们昨天路过咖啡馆的时候 看到你和那个抒情在聊天吗 我当你是好朋友我提醒你 别再去找那什么大西泥里的妞了 人家都快结婚了 你该慈心了 亲爱的 别说了吃饭 不行 不行 张浩 你看看 看看 看看什么 所有女生脸神都对着你 叉叉叉叉叉 你还想着圣托里面的妞 你是不是活该找罪手了 再说了 以你这长相 还怕找不到合适的吗 你要是我马俊才的朋友 还会缺妞吗 要不然这样 我给你安排和女生约会怎么样 约会 忘记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找一下家 这世界上就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 这哥们我得教你 你 我是说通常情况下 我是个例外 马俊才 你能不能不要叫他这些乱七八糟东西 他是不会去的 你说得没错 我要去 约会 什么 好 对对对对 这样 我现在就给我每月的朋友打电话 让他给你介绍几个高知了 嗯 对了 等你交上女朋友之后 记得请我吃饭啊 好 不好意思啊 我踹到你了 不好意思啊 我踹到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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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和别的女孩去约会啊 嗯 嗯 嗯 可是 你不是昨天才和我说了吗 现在看到抒情的时候 心里还是会有动摇嘛 所以更要去约会 你说得没错 没有疑惑不了的伤口 也许认识了新的女生 就会慢慢忘记上一段感情 我还没在中午约会呢 反正现在单身 试试看也不错 好 今天是我白天的班 现在都时间去安Publa 你要一起走吗 我今天还有事 好 好 正好 天气那么远 辛苦你了 没事 这是工作应该的 要不要一起喝点冰奶 好啊 走 是我告诉舒晴 唐博文有来找过你 是不是太多嘴了 嗯 没有啊 我昨天已经和舒晴说清楚了 竟然也很好 好 你一定不好受吧 不 我还好 丁琳姐 你最近看起来好像有心事 怎么了 其实告诉你也没关系 我恋爱了 可是那个人好像不怎么在意我 开玩笑 你看看你那么完美 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猜他一定也很优秀吧 优秀 他就是一个混蛋 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长得又难看 又没品位 浑身上下全都是缺点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我一定是中了血了 不了他了 烦 你这个混蛋 你就是个大混蛋 罗海斌 你这个混蛋 罗海斌 罗海斌 你爸是不是还欠丁琳姐的钱 没有啊 我爸说都还清了呀 那就一定没错 你为什么这样问啊 我觉得丁琳姐喜欢你爸 什么 丁琳姐喜欢我爸 嗯 不可能 我爸没头发 不过不是真的 因为丁琳姐说 他喜欢上一个不喜欢他的人 合作了以后他一直念叨你爸的名字 应该不会有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世界就太奇妙了 两个人一见面就吵得你死我活 什么时候看上样的 再说了 按照你那样的说法的话 就是 丁琳姐喜欢我爸 我爸却不喜欢丁琳姐 这不合理啊 我爸应该很开心啊 具体什么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爸不在丁琳姐 哦 怎么样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哎呀 反正我会问我爸的啦 我爸待生那么久 要是能找一个伴侣的话就太好了 是啊 要是两人真的在一起就好了 嗯 对了 你去约会了吗 没有 啊 军在说发照片给对方 也许对方不喜欢我这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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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